所以有時候想想的 你們想這個課都很哭到無畏 但是這個課我相信你一定會很認真 我叫你不要認真你也不聽我的 一定會很認真 做筆記 因為蔡宜珍說 要希望所有人都可以賺到的錢 幫他拚多 我不知道蔡宜珍有多少錢 不過賺的幫他拚多 蔡宜珍你準備好嗎 宜珍啊 準備好了沒有 來我們用熊蓋熱烈的掌聲啊 來歡迎蔡宜珍 起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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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坐 謝謝 謝謝大家 其實齁 我剛才來到這裡 我覺得這個說法很好 我跟林大哥說齁 這裡可以 因為我有在禪修打坐 我說這裡用禪修打坐不錯齁 可以在這裡這樣子 整個心都靜下來齁 然後你的思考就會更清楚 那我其實也很高興可以跟大家一起來分享齁 林大哥說齁 裕正 你要說什麼 你就說你最專業的部分就好了 你在外面演講過的地方就好了 我想說齁 我做了記者做了算一算也20年了 這20年裡面呢 我有我自己的經驗累積 所以 這兩點半小時的時間 其實我也是說 一年半的 就是一個半鐘頭 然後濃縮我20年做記者的 算是一些精華跟專業 那我希望 就是說其實大家現在在電視上 就可以看到很多名嘴嘛 那我後來呢 越來越不愛當名嘴 為什麼 因為現在電腦這麼方便 每個人呢 隨便上個網去查個資料 那就可以呢 就當名嘴齁 就像 就像今天我看到我們馬西平大哥 就馬西平啊 我看到他在講西土 我想說 哇 我們西平大哥也能講西土啊 這個所謂的西土金屬的開採 我真的很佩服 那有很多東西其實我不懂 那可是呢 不懂的時候 我們都可以透過電腦 透過網路來知道 學習得到一些知識 可是學到這些知識 跟個人自己的經驗又不一樣 那我是 我先跟大家自我 我先跟大家自我介紹一下 我自己台大社會系畢業之後 然後 在北大光華管理學院念了之後 然後正大EMBA畢業 現在在下大念博士班 那工作資歷其實大概就是一些財經 的就是公司 像ING 安泰人壽大眾電腦 那個時候剛好也是王雪紅 在當大眾電腦的副總的時候 那他的姐姐就是王雪玲 是跟姐夫解明人是董事長的時候 我剛好在那邊當採購 那接下來就是都是一些媒體的資歷 那為什麼很多人問我說 你這麼年來的台灣心 都招待了 我其實我跟大家說 我兩千年的時候 想要休息 給自己一個完整的一個 就是休息的時間 想要當全職的學生 所以後來呢怎麼辦呢 我就去考試 結果沒想到 政大跟北大兩邊都考上了 所以我就把政大先念完 然後再去北京 那很多人問我說 那你有沒有被統戰 那我常常在那邊碰到很多的高官 也很多人講說 哎呀台灣是我們的 我這樣有點講政治喔 可是我跟他們講說 哪一天如果要來接收台灣的時候 那些人可能會在大陸先讓我先 我就跟他們說 我先想辦法給你們堵死 我比較喜歡當類似穿導方子 這樣的一個角色 那我覺得人生其實 知己知彼才能夠了解 就是說了解對方嘛 那所以我才會 後來我現在在那個 廈門大學的 這個區域 台灣研究院的 區域經濟研究所 那其實這個地方 最重要的 天天上課 其實最重要的就是 海溪 就是海峽西岸經濟區 跟ECFA 所以ECFA相關的東西 其實就是 也是我這兩年 在下大念術的時候 比較投入比較多的一個部分 那坦白說我覺得那有很多的 有很多的為難 就是不得不 可是那個不得不之後 其實會越來越慘 那但是我們只能做一個記者 做一個學生 然後做研究做觀察 可能短時間我還改變不了太大的一個 就是趨勢這樣走的時候 我不能夠站在那邊 誓死抗議說 我覺得不該簽 那要 這個要 以死來 來抗議 我想我也沒有這樣的一個能力 那所以現在只能說 就近觀察 就近了解 有時候包括像台灣的選情 其實 台研院是對台灣的選舉 台灣的政治 他的觀察最多的 所以有時候我常會跑去找我們院長聊天 我院長 院長 你現在雙鷹你怎麼看 那我們院長其實 就是我下達那個院長 那也很年輕 但是呢 我覺得說 接收各方的資訊 也是讓我在判斷事情的時候 會比較能夠多方的去評估 多方的去考量 那可是呢 我今天要跟大家講的其實是賺錢 那這賺錢呢 當然也包括我自己個人的一些經驗 那這裡頭也包括做記者 那可是我先跟大家講說 做記者要賺錢其實不太容易 做記者賺錢 你們就拿紅包 我跟大家說 我從做記者這20年裡面 尤其是在財訊 在金周刊 我只有那種 就是那個50萬100萬的 我大概退過兩三次 就是我覺得不該拿的還是要把它退回去 那所以我覺得做一個記者的時候 你就沒有辦法說真的怎麼去賺錢 但是呢累積財富要靠自己 要靠自己覺得理直氣壯 所以我是做房地產然後做股票 而且大部分都是在2004年 就是2004年離開了一個專業媒體 就是離開財訊集團之後 那算是這幾年這四五年比較快速累積 那怎麼快速累積 包括買房子包括做股票 我等一下會在後面告訴大家 就是怎麼樣 就是你們家的子女啦 晚輩啦 其實我常跟他講說 25歲就聽到開始想說買房子了 現在的年輕人說25歲哪有可能呢 那我是27歲買第一個房子 29歲買第二間房子 那所以我等一下再告訴大家說 我大概怎麼做 那當然我要告訴大家的是說 其實我們今天晚上這樣子談下來 如果說你以後當然就是你周遭你需要秘書 特別助理業務主管記者 其實都是一個很好很好的一種方式 我先問一下 平常是有在上電腦的人請舉手 這樣我才知道一下比例 就是平常有在上電腦 謝謝OK 但是我要跟大家鼓勵說 其實玩電腦其實是要用來賺錢的 要用來當生財工具的 不是像現在的小孩子都用來打電動 我覺得很配合我們這些高中的小孩 每天都在打電動都不休息 那我其實我用電腦我是拿來賺錢的 那但是呢怎麼樣從這台電腦裡頭去賺錢 那我慢慢來告訴大家 我們先從一些新聞事件開始 先從一些新聞事件開始 有很多人去那個報社或雜誌社 甚至跑到一周刊去 然後呢第一天冒出來說 喔這個高國華跟這個陳子璇 喇雞喇雞 那接下來怎麼辦 接下來你就看到他們喇雞啊 然後跟拍之後 接下來的新聞你要怎麼去發揮 大家有沒有去想過 那另外呢比如說這個 吳玉森的緋聞被拍到了 弄出來了 那我問大家 大家說喔 趕快喔 去問他老婆有沒有生氣 那請問你去哪裡找他老婆 請問如果說 那個主管說 去他家守啊 你就去他家守啊 那我請問你 你要去他家在哪裡 有沒有想過就是說他家在哪裡 啊其實齁這也相對的跟大家講說 越有名的人齁 呃就很像全民公敵一樣 就是越沒有隱私權 因為呢 所有的東西都攤在陽光下 他們都是對一個主機幾樓 啊 這個土地有多少車好幾樓 其實變成 電腦上都查得到齁 那怎麼去找他老婆 怎麼去找他的財產 然後呢 他有幾個小孩 那怎麼找得到齁 那郭娟娟孫仲瑜 這兩個人怎麼找咧 那另外加上高金素媚 高金素媚當然大家注意的是說 他的緋聞跟情史 可是也有很多人說 欸我要看看他這樣子 這幾年喔 交那麼多男朋友 那有沒有賺到錢啊 比如說跟李鴻源在一起 有沒有突然 一年前跟兩年前 錢突然不一樣啦 那也是可以找得到的齁 那另外再來就是 最近吳宗憲 吳宗憲被嗲去說啊 你是被告 他說不是不是不是 我是證人齁 那如果哪一天 最近如果真的就是做一個記者 然後說你去幫我好好查一查 吳宗憲這個公司 吳宗憲這個公司 他跟這個 許楓楊這個公司 然後以前祥申這家公司 到底他是怎麼回事 那你怎麼辦 就是你是主管 或是你是一個記者 甚至你碰到 吳宗憲被約談 聽說他家裡被搜索 OK 那接下來你要怎麼辦 怎麼辦 這個是大家先把一些問題拿來 然後我先等一下後面 我一一告訴大家怎麼辦 因為很簡單 電腦也可以趕頭 也可以替我們解決所有的事情 OK 那接下來還有還有還有 比如說 比如說你要做投資啊 大家說 哎呀宏達電 到底幾塊才會買錢 這兩天這樣 落到八百幾塊 又去掉了 結果呢 哇今天又說 蘋果的官司已經贏了 那蘋果官司贏了 對他的影響有多大 到底該怎麼投資 我那天八百六十塊 八百七去搶了兩張宏達電 很多人都說 玉珍你好勇敢 那我真的就跳下去搶了 搶了賺了五萬多塊 我就跑了 因為昨天 昨天的訴訟要宣判 那宣判我當然沒有把握 但是我認為說 有可能和解 可是我還是跑了 因為我買到很低 然後呢就給他賣掉 叫做獲利了結 落袋為安 還蠻高興的 那接下來 很多人就講說 哎呀這陣子領口 這個奢侈稅啦 那領口跟新莊的這些房地產啦 去怕死人 我跟大家報告 我兩年前 在新莊幸福路 那個歐洲村 我買了一瓶二十一萬 結果跟我同一個案子 那個建商啊 現在全部都開價五十幾 然後我們就想說 這個建商瘋啦 兩年耶 他房子賣兩年 天天都在廣告 大家可能有印象 那個案子叫凡登 我買那個案子叫凡登 明明我就買二十一 他賣了兩年都 還是在賣 而且呢 還不肯clean喔 不肯clean之後 現在全部通通都開五十幾 為什麼 因為他說那些什麼香陵存青啊 還有什麼中海德公園啊 通通都開六十五 所以呢他就要維持至少要開五十五以上 很厲害 那可是呢 像我們是還好 我是二十一萬跳下去 大家講說 哪有人大家都像你這麼厲害 二十一萬可以勇敢的跳下去買 那當然這有原因啦 就是說為什麼 為什麼我會在那個時間就跳下去 那現在 如果現在你要買 林口新裝 甚至三峽 甚至 就是好了 現在說A7站 也就是龜山A7站 要蓋所謂的合宜住宅 那很多人會講說 那合宜住宅十五萬 那如果在這附近 我蓋一個房子 那到底要買賣 就是說 我要買多少錢 才算減到便宜 才算 有上漲的空間 那另外呢 再來 很多人講說 我要買基金啊 我告訴你 你們只要每個月存五千塊一萬塊 那十年後你就可以賺多少啦 退休金都有了 有很多人 有很多人 在電視上教人家怎麼買基金 那我呢 是不買基金的 因為我覺得基金經理人 沒有幾個會替我們賺錢 有良心的人數不多 那大部分呢 大部分都是會自己想辦法去炒作 那所以我等一下也會舉一些 專門在給人騙錢 幫你騙到你空空的這些例子 那所以為什麼會有很多人去踩到 所謂的雷曼兄弟 還有所謂的聯動債 那我講完了大概 大家就會比較清楚 至少說 我如果騙一遍算說的 如果騙兩遍 我就無藥可救了 所以就是 人家講說 失敗並不可恥 然後呢 可恥的是 你每次失敗的時候 知識都一樣 這樣子就太難看了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 我講完之後呢 大家可以至少說 變了一個超級業務 那是日前要跟你解幾大片 說 這個東西穩賺的啦 然後投資報酬率多少幾年就一倍了 那你至少心裡有數說 不用在那幫我騙啦 你們這些人專門在騙錢 你至少心裡頭就有數 那再來報紙跟雜誌寫的東西 我常講說 天底下最最最最有挑戰 但是呢最卑賤 然後最不好的職業就是記者 為什麼 因為記者寫的東西都不能看 記者寫的東西都不能信 對我講錯了 記者寫的東西都不能信 只能看 那看的話就是 你要從各種不同的角度去看 那我告訴大家一些例子 就是你看到那個記者用頭版頭寫出來的時候 比如說他寫這個大利多 那接到什麼大單 或是說處分了什麼土地 那我跟大家講 頭版頭的那個新聞出來的時候 大家心裡頭就要準備賣股票 那如果你手上剛好有 那就第一天賣一半 第二天全部出手 這樣子才有辦法賺到錢 真的這些記者就是這樣子 記者就是叫做製造業 因為他們不是媒體就是叫做製造業 專門製造新聞 叫做製造業 所以呢 當然製造業 現在有很多人是說 欸 寫出來有些人是造業 有些人是造業 有些人是上電視 叫口業 造口業 對啊 所以我很多朋友 叫名嘴 每個要害 你看你們這些記者 你們這些名嘴都為了三千塊 然後呢造口業 然後這個為了三千塊這樣子 就常會被罵 所以像鄭春琦常常講說 我很不喜歡人家講說 我是名嘴 然後我也不喜歡講說我是什麼官員 以前馬政府官員 就好像覺得說 你不知道怎麼樣的身份 什麼樣的角色 讓你會覺得好像有一點proud 就是有點驕傲 所以呢 我常常講說 當學生最安全 我就學生啊 我永遠學不完啊 所以 沒事的時候 我的人生目標就是 希望全世界的二十所名校的身份證 能夠陪著我火化 因為我永遠當學生 永遠都在學 人家就不會笑我 說你看當名嘴 你看當什麼這樣子 不然你看兼商 OK 所以 來我們就直接進入到主題 好 通常呢 通常我們在 要了解一個人的時候 通常會先上Google 那可是我要提醒大家說 現在Google很厲害 包括Google Plus 現在也都出現了 那 這個所有的東西都在雲端 大家想像 大家想像說 現在喔 要什麼東西 拿一個 像我現在手上有一個iPad iPad 2 然後呢 我就抱著他 我把它當成是我的最愛 為什麼 因為呢 我只要想要找誰啊 比如說我要找林志森 那 那三分鐘內 一分鐘內 我趕快電腦一按 然後呢 他所有的資料 全部通通都會 馬上 我就看懂了 然後知道說 哪一天他曾經怎樣 哪一天到美國去 然後呢 這個搞什麼鬼 馬上就知道了 人家會覺得說 你怎麼那麼有學問 就是Google打出來 什麼都有了 可是呢 Google也會有錯 Google也會有錯 因為大家如果Google 蔡玉珍的話 你就會看到說 他上面寫的是 1964年台灣的知名記者 電視彈話性節目的特別來賓 那我就告訴大家說 這個生日是錯的 你想想看 我有50歲嗎 我有50歲嗎 這個49啦 48啦 不過也接近啦 也接近 但是呢 我是告訴大家說 這會有錯 那所以 有些東西 連Google這樣的東西 Google出來 維基百科上面 我也不知道 誰幫我編的啦 我真的完全不知道 現在呢 全民記者 全民公敵 所以呢 不知道誰把你弄上去 然後故意要把你寫的 這麼年紀這麼長 這麼大 我也不知道 但是呢 我就不想去改他 對 因為我覺得說 反正錯就錯嘛 所有的東西也不能完全相信 你Google上去看 一定是寫這個 1964 台灣知名記者 好 那我只告訴大家 我不是1964 OK 好 所以呢 所以我們現在就從 做一個 就是記者的話 那你可能呢 比如說 你要找一些個人資料 就像我剛剛講的 你要找高金樹莓 你要找吳玉森 吳玉森 你要找吳宗憲 怎麼把他們的資料找出來 那甚至呢 有人跟我講說 我們女兒子 現在交一個朋友 他們家說是 什麼什麼第二代 那 那你你只能 不查 你這不查的話 萬一女人嗎 最怕的就是什麼 育人不俗 你 女人 最大的一個決定就是 一定要嫁對人 那所以呢 很多人就托我打聽 哈哈 因為我可以做真信社 我可以幫人家調查 調查說 這門親視你要結婚的這個對象 嗯 他們家是名門是富豪 那到底实力怎么样 所以我们常会跟人家在电视上讲说 你看什么陈薇陶 陈薇陶根本名下什么财产都没有 然后呢 这个就叫假富豪 王静怡你要跟他打官司的时候 你想办法要去藏他的财产 多难啊 还有那个王佳佳 说他在跟那个夏之的 少东要离婚 结果那王佳佳气得半死说 我儿子一个月的生活费只有两万三 那是在台中 他说我如果在云林或是嘉义的话 只有一万八 因为法官判定的最低生活标准 就是这个金额 那你看夏之 夏之多小白 就是不是 我这样讲 多么的风光 然后这个国际性的 这个服装大赛都参加 但是呢 你嫁给他他们家当媳妇 孙子的生活费一个月就两万三 可是呢 你要怎么样去查他 就是说你在结婚前 你如果说能够把他的这些背景 然后把他的财产都查清楚 其实会对你比较有保障 那所以我说白马王子 就是要嫁人的时候 然后你要去上班 有很多人说 明明就觉得这个老板好像不错啊 可是呢 怎么去了之后才知道说 这个老板其实风平很差 然后呢过去也干过很多坏事 像我每次都跟人家讲说 就每次人家有人拿那个中信 孤家的名片给我 我就跟他们讲说 这一家子 你如果去那边 你最好是 最好是以赚钱为目标 因为呢 他们常讲说 We are family 对不对 然后呢 其实他们的宗旨就是 Your money is my money 所以呢 你就要想办法在那边 能够赚到钱 但是呢 你绝对不要这么的奉公守法的 替那个组织去做事 就很像当年那个 广山真正人 那时候他去拿台中商营 然后台中商营就有很多的经理跟副总 跑来跟我说 他们是被逼的 因为呢 刘松凡在他的 在他的小三 就是唐秀的家 然后要签那个合约的时候 他说 我如果不签 就我够赚到就走咯 够赚到就回家吃自己 所以他只好签了 那我讲说 那这样子你去做老是应该的 就是你觉得 不签 不搬走这十五亿 你就得回家吃自己 所以你就签了 然后台中商营就 航库就被搬 一个晚上就被搬走十五亿 这样你去做老应该的 我怎么帮你 但是 但是 当然有一些手法上面 我们只能 就说 如果真的人家跑来 跑来求救 说怎么办 我被押着 就是要去签名盖章 然后呢 办贷款 那当然 另外再帮他想办法 就是从律师帮他答辩的时候 得到比较轻的判决 这样子 OK 好 那其他就说 你要合伙做生意 那有很多人呢 有很多人就说 可能你要去 你的合作的伙伴的时候 你不知道说 他过去的风品好不好 其实 这个例子 其实很重要 因为讲到这个桃园 就讲到龟山 以前我有一个朋友 他在做建设公司 那他其实就有在追我 然后呢 我就上网去查 查他的资料 查他的一些记录 就后来发现说 他有一天跑去打高尔夫球 然后高尔夫球打完呢 他就因为有人在尾随他 所以他就把那个高尔夫球杆 拿出来到后面 去跟后车的人打起来 然后对方告他伤害 那我就想说 这家伙 这家伙 你怎么让他追啊 这是马上 这是很快的 你就可以找到 类似像这样的 就是说 连打高尔夫球 都会跟人家产生 伤害告诉的话 那我请问你 你怎么跟他交往 那很多人说 我都假期在资料 那太晚了 OK好 所以呢 我先举一个例子 我先举一个例子 告诉大家说 当年 当年 很多人看到唐飞去当行政院长 这是我在2000年 2001年写的一个新闻 我很喜欢 我很喜欢打抱不平 然后像 可是我最近比较收敛 怎么说呢 其实我前两天 有看到我们 有一位前部长级的人 然后他一生的官司 可是呢 他在某一家公司 担任要职 那以前以我的 以前以我的个性 我一定会揭发他 然后结果 结果 约我去谈事情的那个老板 他是一个 大家 在台北市 很有名的一个 大家都觉得 很分量很重的 黑白 通吃的老大 这样子 那 可是 他说 部长刚刚跟我说 以前被你修理的很惨 然后我说 他以前当交通部长 那被我修理是应该的 那现在呢 现在他只要好好做事 不犯错 我可能也 也懒得再跟他翻旧账了 可是有时候 如果说你退下来之后 你还是继续不安好心 比如说 像唐飞那时候 那时候他很生气 为了这个新闻 因为我那时候写说 他 退下来 行政院长之后 专门去接国防部的生意 那如果你听到这样的事情 你会不会生气 我 行政 国防部长 行政 他长退下来 我专门就去 开一间公司 去吃国防部的 安侠就好 这样你受得了吗 那 所以呢 就说 这种叫做 旋转门条款 就利益冲突嘛 那当然 你要先知道说 这是哪一家公司 然后呢 你要再 处理新闻 那如果说 你处理这个新闻 你要在一天之内 解决的话 你怎么办 其实 我处理过很多这种新闻 像陈旅安 我不知道在座 有没有陈旅安的 亲 信众或好朋友 但是我很不喜欢他 为什么 因为他当年去 吸金 吸金就是 他有一个案子 就是 开一个 说明会 然后跟大家讲 每个人 集资三万块美金 然后让他去 吸进 就是到大陆去投资 结果后来呢 吸了三千多万之后 那完全一毛钱都没有还 那一毛钱都没有退 所以那些受害人 现在只有在我的部落格上面 流话说 他们怎么会 当年怎么的糊里糊涂 这样子 所以你想想看哦 连陈旅安都会搞 非法吸金集团了 那还有谁能 让你觉得说 没问题 我就钱交给他 去帮我投资 那交给人家投资可以 可是呢 那个宝藏在哪里 那个宝藏在哪里 是很重要的 那我先回过头来 就是这家公司 易康 他接了很多国防部的案子 那唐飞是做 当做领甘心 还是当门神 那我想告诉大家 如果只有 我做一个记者 我差不多半天来 中这条新闻查好 还把他删出来 删一天 删一天 赶紧处理 马上就判出来 就是我当时是有这样的功利 可是怎么办呢 怎么下手 大家有没有先想过 先想过 如果我要找一个公司 那公司呢 到底他 到底他 他的 那个地方跟唐飞有什么关系 接下来 第一个 这个地方叫做经济部商业师 所有人 有一个人 你如果有开公司 你会统一变号 几盒 你现在在买东西 大家说 你要不要统变号 你要不要打统变 你要不要打统变 就是说 你有去定期 你已经公司是正式的 那 现在有很多人 自己印个名片 然后呢 就到处说 我在卖海外基金 我在卖什么商品 那大家可以先上这个网站去 把他的公司打出来 如果公司没有的 那表示说 他根本就可以不要负责任 因为呢 公司连个鬼影子都没有 你想告他 你都不去哪告 那这样子的话 如果你跟这样的公司交易 或是跟这样的公司 买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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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卖买卖买卖什么东西 这样子如果被他骗了 那个叫做 陈慧文常在电视上讲的 三好加一好 OK 好 所以 大家 第一个 所有的公司都一样 你就要先在这个经济部商业师 这都不用一个网站 就先打出 益康 有啦 益康这家公司 然后呢 他的董事长叫杨建刚 其实他本来董事长是唐飞 他一直被我骂骂骂 骂到说后来什么都不当了 那这个地方呢 包括你还可以看得到他的地址 有没有 主祭邪敦化南路2段67号19楼 我以前 做记者我做门在查人这个 就是说 你公司 像那时候陈振宗 陈振宗叫我收你和拜托人 叫我不要再来买了 为什么 因为他以前有一个宏福建设 他宏福建设来面 就是做那个资产交易 做了五六十亿 可是呢 是在那个 士林的一个小巷子 楼上的一个破公寓 然后呢 我那时候就很生气 我说 你一个上市公司 宏福建设的董事长 然后一个破公寓 跟人家交易五六十亿 这什么玩意儿啊 当然是违法的 然后 这个公司这样子 有地址 是说 你能够卡去 104跟105 到底你是要打104还是105 说 请问一下易康公司电话几号 然后我就要了电话了 我就打过去了 然后打过去呢 当然 因为要先查清楚 要先查清楚 易康来 这里有个人叫唐飞 那真的有这个人 就是董事 他本来是董事长 后来又改董事 叫唐飞 那当然 同名同姓很有可能啊 可能同名同姓啊 对不对 那怎么办呢 104问了电话 27568886 打过去 那就问他说 请问一下 小姐请问一下唐院长在吗 那我就开始录音了 开始录音之后呢 小姐说 他都没有来啊 我们没有 他说哪个唐院长 当然说唐飞先生 他是你们公司的董事长 那 结果后来小姐说 没有啊 他没有来啊 我们都没有看到他 我说 那你多久以前看到他 我不知道耶 很久很久都没有看到了 那你就知道说 他从来没有进公司 公司的总机 什么小姐 通通都没有人认识他 好 那接下来怎么办 接下来的话 你要查说 他到底有没有接国防部的生意 对不对 那所有的政府 100万以上的采购案 全部通通都要公告 就是这个电子政府采购网 包括你是拒绝网来的厂商 你是连带保证厂商 你是优良厂商 全部通通都有名单 好 所以你就要去查 易康这家公司 到底接了什么案子 然后呢 你就进来这边看 来 易康 有没有 就是易康这家公司 有中科院国防部 你就全部查一遍之后 发现说 对 他每年国防部的案子就接了好几件 这样就有搞 就在打电话问说 有没有人了解这家公司的背景 那接下来就是 我最快的时间就整理出这篇文章 就是 唐飞无关一身轻竟然做起国防部的生意 易康公司生意不小 董事长来头更大 就是专门 他就是接了一堆一堆 把所有案子全部都把它做一个表格列出来 所以呢 这个就是我们李老大的名言 就是呢 以什么为目的 就是以摧毁一个人的 那个 那个摧毁一个英雄为目的 大家对他的印象很好 但是呢 做记者就是要这样子 就是 有很多人很怕上易周刊的封面就是这样子 就是上了之后呢 你可能人格没了 你可能官位没了 那唐飞这个呢 是被我骂到后来呢 他就 人在哈佛念书 那后来呢 透过他的干女儿 黄宝慧说要告我 可是到现在已经 从2002年到现在 我等他等了9年了 他还没告过我 因为我讲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 OK 好 那接下来呢 接下来 就是我们要讲说有一些政治人物啦 或是有一些知名的人 你看像我们林志生林大哥 他把自己搞得太有名 哪一天上网一查什么资料都有了 像我也是 我就认了 我们就认了说 你名气一打开之后呢 你就只有四个字 叫安分守己 安分守己 不可以做拍摄事 怎么办呢 因为太有名的人 像我们讲吴玉生 高金树梅成学生 这些人怎么样 这些很简单嘛 我就查你的财产申报 查你的机关公报 然后查你的历史资料 就很简单啊 在监察院这里 有一个财产申报专刊查询系统 就底下这边 然后呢 你说当吴玉生的事情一发生 对不对 你就进去查 吴玉生从当 当这个台北市政府的新闻处长 一路到当立委 全部每次所有的财产都会在上面 你还可以查他说 当新闻处长是多少财产 然后查当立委的时候是多少财产 就是那个所谓的变动 财产变动 以前我们要查说 那个陈胜宏啊 本来有配偶兰 本来配偶兰是空的 后来配偶兰又换成了薛玲 就是那种 连包括配偶兰都会变更的 那才好笑 就是我们常常都从那上面去看 然后他的配偶就刘娟娟 长子吴孟穴 侍女吴念平 然后弟子就在这边 那大家知道吗 全台湾 全台湾 你有偷地 还有家的 这个暗盒 全部通通都可以调得到资料 就像当年 那个 那个 陈菊跟 跟那个 陈菊跟那个 中山大学那个老师 那个 黄 黄俊英 对跟黄俊英在选举的时候 那后来呢 我在报社呢 我在报社 因为有人跟我讲啦 说 黄俊英的竞选总部是六合彩主头阿智 提供给他的 那我就想说 那你不能光讲啊 对不对 要查出来啊 所以我就去掉藤本 掉出来说 黄俊英总部的那个地址 六笔土地里头有五笔是 是那个六合彩 那个台南的那个 陈阿 陈志明 陈阿 什么志的 陈明志 所以后来呢 我就在报纸上写 写了半天 那当然 扯到政治就很麻烦 为什么 因为阿智是提供土地给黄俊英 提供现金给陈居 所以两边都不得罪 但是呢 对我处理新闻来说 我当然是要把这个新闻给弄出来 那很简单 我就去用这个地址 这个房屋嘛 然后像这里 房屋啊 土地啊 全部通通都可以掉的出来 那当然一问就知道说 他是在淡水海天段 淡水海天段 这个房子 这个房子一去 就知道说是以前曲美凤的那个海月 对你就上网去掉出来 上面就有地址了 那我等一下再告诉大家 怎么去掉那个地址 OK 接下来呢 还有一些所谓的 就比如说 我还要查一些个人的资料啊 那这个是 我觉得台湾应该跟国外学学的 就是所谓的法院的判决资料里面 那照理来说 应该都所有的 以前有过的案件 像在美国 其实你只要付费 一个判决几块钱 你都可以印得出来 对不对 那我觉得台湾 我觉得我们的司法系统 以前翁月森当院长的时候 我就跟他讲过了 就是这些东西都应该付费查询 结果没想到他们为了 就是民进党有一位立委 去抗议说 这个是叫做民意权的保护 所以呢 你现在打赵建民 你找不到那个台开案的完整的版本 你要用 你要用这个 就是用一些比较无关紧要的一些 检索查询的方式 就是 等一下 像 我往前 我往前 照理来说 就是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比如说这个有没有前科 那你在这个 看是最高法院 高等法院 或是民事庭 刑事庭 像你要查 孙道纯的欠税 你就是按这个地方 然后查孙道纯 其实有些东西是可以查得出来的 就是在这个 法院名称 然后到底是民事刑事还是行政还是工审会 那甚至呢 像 OK 像这里啊 比如说一开始有一个女人叫邓湘妹 她跳出来说 不帮了孤政府生了一个女儿 她现在已经26岁了 所以呢 我要开关厌司 我要认主归宗 我要分财产 那我那时候第一次在新闻哇哇哇 我就跟郑宏怡讲说 学长 我们不要当那个 我们不要当那个张熙明 助纣为虐 我们不要帮人家去 去恐吓有钱人 这样也不对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邓湘妹 在她苹果日报 三个版做出来的那一天 我就上去调她所有的前科 那这个前科呢 是招得不得了 不只妨碍家庭 然后恐吓詐欺 什么都有 很多人还说 是不是宋耀明给你的 因为就是 那个李律的大律师 我说不用啊 上网去调就有啦 为什么 你看这个邓湘妹哦 你看这个邓湘妹 你就直接打邓湘妹就好了 然后呢 你就可以看得到说 她有很多的 等一下 她的资料 大家如果有机会 在家里写剧本 她的资料就告诉你说 这个邓湘妹呢 弄一个人 她把她弄成 强制 呈治盗匪条例 然后她在85年的时候 被告她是夜仙宝餐厅 星期五餐厅的牛郎 那这个女人 这个原告呢 她跑去 她跑去牛郎店 然后呢 就告诉她 就带她说 我有一个台北市 其实这本来都是完整的 都没有圈圈叉叉啦 我那时候在写这个新闻的时候 在查这个新闻的时候 内湖区文湖路106号 然后呢 她说这个邓湘妹呢 本来答应要给钱给她 可是呢 后来都没给 所以后来这个牛郎呢 就顺手拿了她的劳力士手表 然后跑 拿去当 拿去卖 然后拿去花掉了 所以呢 这个邓湘妹就告这个牛郎 惩治盗匪条例 不是只有怯盗哦 很恐怖耶 很恐怖耶 她找了很有分量的人出面 然后把那个男的弄到 判八年六个月 好 那这只是其中一个案子 我常跟她讲说 如果大家把这些判决 包括现在轰动的这种 这个 这个什么 国安秘乡的案子啊 然后包括这个扁案啊 包括这个估政估重量啊 什么这些 这些什么 红火案啊 如果大家有机会 把这些案子都拿出来 然后呢 这些判决书 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剧本 我常常在想 因为台湾很少好的剧本 然后每次都是那种 打来打去啊 不然就是小三啊 不然就是什么 其实真正很多剧本 都是在法院的这些 判决里头 就可以拿出来 好好的写成 非常写实 非常精彩的剧本 那可是感觉上好像 好像 编剧对这些东西都不是 有一个人 有一个人 圣竹如 圣竹如 他每次都写那个什么 花 不是花戏 玫瑰同龄眼 玫瑰同龄眼 其实他的那些系列 如果拿这些判决来做的话 应该可以更精彩一点 那另外呢 我还告诉大家说 其实 大家有没有那个 拿过芭樂票 甚至手带拿一张照片 结果 结果 都投不回来的那种经验 有 我告诉大家 其实 中华征信所有一个网站 然后呢 你只要花30块 比如说 你要查 查王金平 你把王金平三个字打进去 对不起 王金平先生 民国64年3月 也是银行 对票大户 然后你打什么 侯慧仙 林兰森 你把这些人名字打进去 全部通通都是退票 那当然 有些是同名同姓 所以你拿的支票那个人 你最好要有他的ID 就是身份证号码 那到现在都一样 有几个系统可以查 一个是中华征信所 这是中华征信所的那个 退票巨网查询系统 他们从民国从1965年 就是民国54年开始到现在 所有的工商时报 经济日报 不是都会都会弄出票据 交换所弄出来的退票吗 他们全部通通都保留着 这是张大伟做的一件 非常有功德的事情 就是资料都很完整 可是呢 他完整到 被检调单位用 妨害名誉移送法办 后来他只好弄一个权疑的方式 比如说你拿到这张票 对不对 那我帮你查 或是你自己成为会员 你自己成为会员 然后花多少钱 花3150 然后成为会员 那他就会回传给你 就是为了去据据单位 去据据网据得怕到 所以这个有一个权疑的办法 就是你任何 你要新加入会员也可以 或是你成为会员 或是有人已经是会员了 你就把它传过去 然后拿到这张票 300万 你当然要查 花30块就可以知道说 这个人以前的退票的记录怎么样 像以前那个苏慧珍 他搞那个新锐度案 然后跟那个李明泽 其实我那时候在处理 他们的案子的时候 我第一次去约苏慧珍 然后我写那个老妈投资案 儿子赶快办 就是余政县当县长 余晨月英投资那个新锐度的案子 就后来我约苏慧珍坐下来 我第一个就问他说 苏小姐 你说是哪 要用别人的名字 我不要用你的名字 他说 他大概知道 因为我查公司名字 查到 查到他用别人的名字 那接下来呢 我说是不是有什么难处 因为我在想我要问他 我要问他讲真话还是讲假话 因为我早就查好 他是退票大户了 就是我跟他见面的时候 我就已经查好他 几年几月几年几月退票 所以他只好老实跟我讲 我在民国七十几年 买那些土地的时候 周转不宁 所以呢 我自己退了票 所以才用我外甥的什么名字 来去办这个公司 然后来搞这个新锐度开发案 就是有老实讲 因为呢 他大概心里有数 就是我把这些资料都查好了 那 然后 所以这些东西 就是到目前为止 都还是可以查的 包括什么唐亚军 什么时候退票 这些通通到现在为止 你要查过去的 也都还可以 OK 那另外包括 政府的公报 那甚至比如说 像上次黄月衰 黄老师来演讲 对不对 你把黄月衰打进去 他可能跟哪些 政府机关 这里 你把名字打进去 他可能跟高雄市政府 跟台北市政府 跟什么台南市政府 有过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文件往来 他还都会存在 那大家很难相信说 我连车号都可以找得到 我有一次查 我有一阵子在荆州刊 处理那个叫做捐地结税 就是林泉后来把这个案子 给废掉了 就是我捐的道路用地 很多人在买卖道路用地对不对 这个事情是我从台北市政府 连续拿了三年的捐地结税名单 然后我一直公告公告说 这个人结了多少岁 这个人结了多少岁 后来林泉在他任内把这个案子废掉 然后呢 现在变成衣食价克税 那那时候呢 我要查一个 我要查一个叫鼎立工业 你知道吗 查鼎立工业 然后叫洋黄美术 不是洋黄美姓 叫洋黄美术 你知道这个名字要怎么样找到 他为什么可以一年捐地结税12亿 你不知道怎么办呢 结果怎么办 我后来用洋黄美术去查到 他有一部车子 然后这部车子有违规记录 然后这部车子 申请的公司就叫做鼎立工业 就在这附近 就在这附近 后来去他们公司才知道说 他们专门生产车子 然后就是所有的 所有日本的车子的那个引擎盖 掀开的那些模柱 全都是他们家做的 然后非常非常有钱 那董事长呢 还因为这个样子弄得颜面伤残 然后后来拜托我说 这个不要让他们曝光 否则一个普通 你不知道他是谁的人 竟然可以在台北市捐地结税 一年12亿 变成是最高的金额 吓死人了 那时候比王雪红 比银眼良比这些人都还要高 那我就是用车号 所以你知道 这个像比如说孙云云 我只是给大家看说 孙云云在2009年 车子就5210VF 然后2005年的时候 他车子是2288EH 因为这个同名同姓 会比较少一点 所以大家 其实每个月交通裁决所 都会有这个公告 公告说 你是什么什么什么违规 然后全部通通都有列出来 所以网站上面 有些是可以翻墙 然后有些是他把它改掉了 但是呢 都可以找得到 OK 那另外包括内政部的这种通气名单 好 前面那个叫做征信 叫查个人 查一些个人资料 那接下来呢 我要开始讲钱了 我要开始讲钱了 头前的开始做柯南 比较像当侦探 我接下来就是要讲 跟大家荷包有关的 就是呢 如果你要做 你要赚钱 有几个工具 股票 房地产跟保险基金 那我告诉大家是说 一个基本的观念 保险 就是保险的话 就是意外险 医疗险 这种基本保障就好 我劝大家 我劝大家 不要去搞什么投资型保单 因为投资型保单 都被这些业务员 大部分都被他们赚走了 如果说你自己能够 够有能力去判断的话 除非你真的是一个 很懒惰很懒惰 然后帮你做理财 做投资 这个人他很专业 很信任 很值得你信任 否则你绝对 不要去搞什么 投资型保单 那基金呢 可以买 那可以买是说 你觉得这个基金 是当做你的强迫储蓄 像我只有帮我哥哥的小孩 我认他当干儿子 我只有帮他买 他以后出国留学要用的 一笔基金 其他的我都没有买 因为 那个是强迫我储蓄 OK 那其他的 我都把重心放在 房地产跟股票 那房地产跟股票 尤其是这几年 其实房地产 房地产 很多朋友都跟我讲说 我做三四十年的房地产 那个叫做 永远东方不败的投资 所以为什么很多的艺人 只要他赚了钱 能够把房子留住的 其实像有最厉害的是 像蓝心美 或是像 有一些人 像你说在做糕饼叶里面 为什么顺程蛋糕 可以在很多的面包店 都倒下去的时候 他还可以做得那么好 那个顺程的吴妈妈 真的很厉害 还有我们财讯的孙老板 还有很多人 比如说那个金车的 那个李天才李董 也很厉害 怎么说 就是他一面自己买 不动产 比如说顺程的吴妈妈 我买下来 然后呢 我租给公司 我租给公司 像我们财讯的孙老板 他当年的法拍 血流成河 我做题目 做阳明山跟大台北华城 一瓶都掉到 剩下四万五万的时候 他买了一堆的办公室 买了一堆的房地产 像现在的那个14号公园 正对面 就是我们财讯的大楼 就麦当劳旁边 还有麦当劳的左边 右边 他一直不断的买 结果上海上营 有一次在那个 就是国王饭店 现在的天官的隔壁 我们老板一瓶买13万 现在拉皮至少也70万 所以就是 我觉得房地产是最好 最稳的一个投资工具 那另外就是股票 那我觉得说 这样的比例 当然每个人的比例不一样 那这是我的比例 那我们是跟人家提醒说 你如果在做股票 老师叫我买 老师说优达 没得了 说企美店也不错 那如果你光听这些老师的 你一定会完蛋 那你真的是 就是说赔钱也是应该的 我每次都这样讲 赔钱也是应该的 那真的要做股票 要做到说 你要把公司或是什么 这些资料的基本面看一遍 那另外呢 技术面 什么叫基本面 基本面就是公司赚不赚钱 董事长是谁 那这个董事长 有没有被一周刊抓出来说 他有好几个小三 那这种都叫做公司治理 都是公司的基本面 董监持股 比如说老板 他的持股是多少 比如说台塑家族持股的比例是多少 那甚至有我们常骂一些人 叫无产阶级专政 就是你股票就不到两%公司 都你在决定 那有这种事情 这种叫无产阶级专政 所以你要去看他的董监持股 还有他的直押 直押 就是我有一万张股票 像孤联松 孤联松就是 我有一万张股票 可是我有九千九百张 都押在银行 这样子 这样子就是 像赌的都像我没关系 那标准的 在台湾有很多上市公司 都是这样 所以大家如果去看了之后呢 你买这家公司 可是我都不管 我都不管这些东西 那怎么办 那当然是赔钱 还有就是说 他公司赚不赚钱 老板的评估 然后公司基本结构 当然就是包括 他连续三年五年的获利状况 EPS多少 这就是基本面 那技术面呢 大家说 啊技术面 就是波浪大师 讲的就是 这个第几波 第几波 然后是黄金交叉 死亡交叉 我跟大家讲 其实也没那么困难 其实呢 就是大概几个 KD指标MACD 还有外资法人 的一些状况 这种叫做技术面 那另外就是 消息面的话 就是主力啦 报纸投顾老师 这些东西就叫消息面 甚至 应该对不起 应该说外资的报告 也放在消息面 比如说外资说 呃 宏达店 呃这个 给他调升到1500块 这个就叫消息面 可是实际上呢 他给他调升 但是拼命卖卖卖卖卖 卖到剩下800多 OK 好 那另外这个叫卫上市 我劝大家 我劝大家 如果你对这家卫上市公司 不是很熟 你就不要看过 这间公司在做什么也不知道 人家说不错 那你最好不要买 因为呢 很多人买了这个卫上市 最后都是变霸卖 因为公司都在欠一件时 跟你说 那这真的没办啦 那你那星期后 现在20块啊 过半年一年就300 要做股王啊 尤其是所谓的 太阳能 电动车 很多都这种 我跟你说这股王啦 这股王啦 现在30块很熟 结果呢 那个公司从头到尾都没有 都没有接过任何一个单子 然后也没有任何生意 然后到最后呢怎么倒的都不知道 所以在卫上市里头有很多家这样的公司 那我劝大家 你去卫上市的话 你最好看三遍以上 然后最好连礼拜六礼拜天就去他们公司 否则你最好不要碰 因为卫上市的地雷太多太多了 所以卫上市不用技术面 没有技术面的问题 没有说几块钱才能买几块钱不能买的问题 OK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看看这个所谓的 就是这些这些个股里头 我到底怎么挑 比如说报纸上有人跟你讲说 什么四伯概念股里头有这么多啦 有LED的啦 然后有内地食品啊统一啦旺旺啦 那怎么办呢 像红拳最近说很厉害 因为可口可乐跟王老吉 什么百事可乐全部通通都他接了 那另外 什么旅游商机 华航长荣航凤凰 你看到这么多的时候你怎么办 其实 其实如果抓对了 其实一档就够了啦 我有一个朋友 在2008年7月1号开始开放路客来台 他从那个下半年度开始一直买华航 那华航那时候的价格大概11 12 13 然后他一直一路买买买买到去年的12月左右 24块把它卖掉 那他赚了大概两倍多 大概两倍左右 那一次大概都是做1000多万 一两千万 那他其实在电视上大家应该常看得到 就许起志 其实做股票其实这样子就够了 你只要抓一档这样就够了 所以那时候在所谓的四伯概念 然后两岸开放路客的商机里头 就这么多种里头 他大概就挑一档华航 然后一路这样做上来 然后要做的话 大概就是做个一两年 所以我等一下后面也会告诉大家 因为有这样的标的 可以让你这样就是很放心 然后买了之后呢 在睡觉的时候都会觉得 嗯他一定会涨 他一定会让我赚钱 OK好到底是什么 那我们继续看下面的例子 同样的 同样的那个像比如说银剑股也一样 银剑股里头你会看说 哇这么多 然后很多人讲说要买这个所谓的现金殖利率 现金殖利率要高 我常在电视上讲 那不是新复发就是红胜啊 这种你一定从殖利率最高的开始 开始看 就从殖利率啦 本益比啦什么 大家会不会觉得这些数字很讨厌 可是你买股票 你不看这些东西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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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险很高 什么叫殖利率 殖利率就是说 像新复发 他今年配6 比如说他配6块钱的现金 一张 一张 现在是 比如说他现在是7万块一张 然后呢 他配现金 就配给你6000 那他的殖利率算起来6000除以7万 大概就是9% 所以你买他去除全 大概就有9%的投资报酬率 这样子叫做殖利率 那不然我们就直接看里面啦 直接看说我在做股票的时候 其实我还真的是花时间把这些资料都看一遍 怎么说呢 像我会进到这个地方叫做公开资讯观测站 有很多人说 这下面挖隔 就是你只要上市 你只要上跪 你所有的资料都要放在这里 包括你要公告 比如说宏达店 他必须要去公告 在礼拜五的下午就立刻要公告 他跟苹果的诉讼 所有的资料都要公告在这个重大讯息里面 那比如说每年的 这个电子书就是所谓的财务报表 那如果你买了 比如说你买了一家公司 然后他到 通常都是在年底 就是3月30号的时候 要公布年报 那如果你买的那家公司 他年报出不来 就是会计师 会计师都不敢跟你签 因为有签了之后 他可能就要去坐牢 那这样子的公司就是有一点危险的 所以你就要上去看这些所谓的电子书 重大讯息 然后另外呢就是董监磁骨 董监士的持股资料 董监士的持股资料很重要 为什么 来我给大家看 我先给 先看 先看这个 这个就是中信金 这间就是中信金 大家 那个电视上如果有人 在推荐说 哇中信金 大陆布局很好的时候 我都觉得很好笑 来 你看中信金的孤交 你看他们董事长罗连福 自己没有完全一张股票都没有 那孤联松自己他有64万张 64万张的股票 他有94%拿去职押 64万丢 职押比率94% 这变本的啊 请问孤联松去职押股票要打几折 一定借到满的啊 这叫抄贷啊 对不对 所以这种公司 这种人有什么好同情的 我看到孤重量搭的专机从日本回来的时候 我真的很想打他 然后这家子都是这样子 你看 全部的股票 全部通通最低的最低的 就是总体的那个职押的比率 所有股东结构 全体董监 所有的大头家职押比率93% 这样的公司你敢买吗 可是我提醒大家是说 你买的股票里头有多少是这样你知道吗 一半以上 大概都有这种问题 OK 那我再来跟大家讲说 为什么我跟大家讲记者写的东西 你一定要审慎评估 像我举一个例子 有一天 这是经济日报还是工商时报的 这是经济日报还是工商时报 他呢 他有一个新闻告诉你说 士林官邸有一片土地 然后呢 他要用每平220万卖出去 也就是士林官邸这个案子 然后台火可以进账6亿 所以呢 这个进账6亿呢 可以让他股票大赚 那因为这是一个士林官邸的那个案子 那其实那个案子我们早就知道了 那天的股票当天就涨停 那我呢 我跟大家讲 我是在那天涨停是13.8 我是11块买的 我那天呢 就先卖了 因为我不敢放 那为什么我早就知道 因为市场上早就 就说假如你聪明一点 你厉害一点的话 在所谓的财务报表上面 这个报纸是9月10月 可是呢 在他的半年报里头就告诉你说 士林官邸 他们本来有584平 后来他们又加了60平 总共644平 如果说以当时的价格是这个价的话 那他可以有917到12.9的收入 所以呢 对公司有很大的贡献 如果你认真一点的话 你在财务报表里头的电子书 也就是财报里面 你都可以看到相关的资料 所以如果认真的人的话是 我早就看到了 我就赌 我就赌他 赌他 这个事情一定会发生 这个事件一定会发酵 所以做股票就只有这样子嘛 你觉得这件事情一定会成真 那我就去布局 然后到他有一天真的变成事 真的完成 那你就赚到了 所以我是11块多买 然后那天出来之后 我早就卖了 我就不敢留着了 那另外还有 还有一些 比如说 比如说公司公告来 这个是重大公告 公告告诉你说 他换财务主管 像这个是红火案的时候 红火案的时候 你看 95年这个时候 公司换财务主管 然后呢 这个时间 大老板都在卖股票 然后股票就一直跌一直跌 那我顺便在这里告诉大家 买卖股票 大家有没有去看过这个走势图 其实看走势图 其实最重要的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有没有一些 这个习惯 就是你要看这所谓的 这个是KD指标 KD指标 那KD最好是在20以下 然后这个是DMI动向指标 就是他动向指标 就是这个红线 蓝线这个要转向上的时候 那最好是KD都20以下 然后动能指标 红色要翻向上的时候 然后做一个波段 这是最好的一个 叫做技术面的投资买点 那我等一下再用几个例子 跟大家看 那另外呢 如果说大家有投资港股 这个是香港的交易所 那这个我就跳过去 比较快一点 另外就是未上市 太阳神未上市 那还是提醒大家 未上市的地雷很多 你上来看 看到很多 什么未来的谷王啦 什么基亚生物啦 然后 这个所谓的什么 什么台湾神龙啦 那这些东西 有很多都在骗你的 有很多都是有点 误导的讯息 那所以 这些包括现在新贵的 那你就参考一下 不见得都要相信他 那接下来 好接下来 接下来 等一下做股票的部分 我先这样可不可以 大家有没有把你做股票的疑难杂症 可不可以先问一下的 那我再来就要谈房地产了 也就是说 其实你就把所有的财务报 公开资讯观测 在里头的基本面看一遍 公司赚不赚钱 因为现在没办法上网 不然我会告诉大家说 我怎么去看连续三年四年的EPS 然后呢 他的常债能力 那另外呢 再来看他什么时候的价格买进 是比较好的 就是大概就是这样的观念 质押 质押就是说 我股票 你买一张台积电七万块 对不对 你如果欠钱 你去跟他人家说 我就没现金 但是我的股票 可以拿出来 把你押 押 押着钱出来 那大老板专门干这种事 大老板专门干这种事情 我们的股票都在集保 对不对 当然啊 当然啊 公司倒了 股票跌了 对他没有什么关系啊 有一种可能啊 就是跌了之后 跌了之后 银行到底要不要给他断头 对 就说 比如说我去压 就是如果我借10亿 对不对 那我如果跌到 我的股票价值 只剩下8亿 那我要不要补 补缴保证金 或是叫他还款 然后不然的话就断头 就是有这种风险 但是对这种观念就是 我不用本钱啦 我不用本钱啦 就跟我买房子 我买了一千万的房子 银行借我 银行借我一千两百万一样啊 我不用钱啊 对啊 可是这些大老板 每个都看起来好像说 哦 我有七万张八万张 你看像那个 孤联松 他有六十四万张 你以为他很有钱 可是实际上 你要算 他的财富是 只有百分之六啊 所以我不知道 常常很多人在讲说 哦 这个 富比四排行榜 我不知道富比四 有没有扣除 他们这些质押 照理来说 你要排孤联松 你是不是 他的这些股票的持股 你只能够算百分之六 对不对 那个郭台铭也一样啊 郭台铭如果十万张红海 然后呢 全部十万张 有八万张拿去质押 然后你是算的比率是多少 就是你是不是算他的财富 只能够算那个比例 是能够处分的资产的比例 就是你的net profit 你的净资产 净资产 对 OK 好 这样了解吗 所以 这些老板 你就要花一点时间去 哦 就是说 把他们那个 比较腐烂的 比较不堪的那些东西 你要先弄出来之后 那干净的老板 然后呢 比较有诚信的老板 你再去投资他 那说实在的 一千多家的上市贵公司里头 如果你这样子 剔除剔除剔除 其实已经不多了 真的已经不多了 就是有良心的 真的帮股东赚钱的 每年会配现金给 给你的老板公司 真的不多 那我跟大家讲 比如说像 很多人说 那我怎么办 我就 也不知道买什么 我告诉大家 如果你每个月 三万多块 去买一张中钢 中钢 中钢 这样子的话 你的退休金 大概没什么问题 那类似像这样的公司 我说的是类似 就是你想 他可能 在你老了之后 他还不会倒 而且应该也不会有 太大的风险发生 这样的公司 这样的公司 但是在台湾的股票市场 真的不多 真的不多 那有些人说 哎呀 我可能就买的 那个叫台契电 为什么 因为他一定要供电 所以那个应该不会倒 而且股价才十几块 才十八块 十九块 那所以呢 我如果每个月买一张 两张台契电 甚至就是像我刚刚讲中钢 那甚至有些人觉得说 好吧 那就中华电信吧 中华电信应该没倒吧 只是他的股价比较高 那就是看大家 每个人的意愿怎么样 那像刚刚我讲的华航 那华航是 他的高点已经过了 那我曾经有一段时间 去买那个润泰犬跟润泰新 是因为润泰犬跟润泰新 是中国大润发要挂牌 可是我告诉大家 银眼良是一个很坏很坏的家伙 就是 那个家伙就是 中国大润发天天收了一堆现金 可是呢 润泰犬跟润泰新 持有的大润发的股票 比率很高 但是呢 润泰犬跟润泰新的EPS 永远都是0.2 0.3 你就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他会把现金挪走 那有几个老板都这样子啦 远熊 赵腾熊也是这种人啦 就是专门是在 吃人不吐骨头的老板啦 像那个 像那个什么 那个 那个黄虫人啦 为什么台湾的低润这么惨 就是有这么一个伟大的 黄虫人 黄医师在那边 然后搞的台湾的低润产业 真的叫做 没要救 那政府也不愿意帮 政府也不愿意帮 黄虫人可以说 你只要 你只要给我免诉 或是给我还起诉 我立刻可以捐5亿 有这种人啊 台湾就有这种 上市贵公司老板 多了事 好 那接下来我们 讲房地产好不好 好 那讲房地产里头呢 我要先告诉大家说 先告诉大家说 你要买房子的话 你要先 比如说你要先想 你的房贷利率啦 投资报酬率啦 还有就说 你是不是符合 你的长期投资计划 那你的买房子 房子买下来 会不会放在盈 那放在盈 你要 有些人是口袋很深了 像比如说 我买一块农地 我准备赌他20年 30年后 能够怎么样 那当然是因为 你口袋已经够多了 那像我们这种 就是都要精打细算 拿钱去当现金的 我们就要说 OK 我要 这个房子买了 能不能出租 那未来的交通状况怎么样 那 以现在的市场状况 有没有办法捡到便宜 那会不会下跌 买了 哇 比如说我去内湖 我去内湖买了一个 80万一瓶的 万一他跌到 70 60 怎么办 那他下跌的可能性 有多大 好 那 当然 考虑这些问题的时候 你会发现说 现在市场眼花缭乱 然后 那个仲介都跟你讲的 头头是道 说 哪里都很便宜啊 然后 那个地方 你看 你这个案子 已经比别人便宜了多少了 可是 你要心里有数 心里有数 什么叫合理价 那 我先告诉大家 台湾整个的一个 房子的一个交易量 其实台湾的交易量 真的是 还蛮不错的 这是从 82年 83年 84年一直下来 平均每年大概都有 40万户左右的交易量 然后 当时的股价指数 就是说 你看哦 股市在八千多点的时候 这样的一个交易量 然后股市在 四千多点的时候 交易量就萎缩 所以它跟股市 有相当的一个联动性 像 六千多点到八千多点 这个地方 那 民国 85年 86年的时候 房屋的交易量 就特别的高 所以呢 大家在看到说 股市好的时候 股市是房市的一个领先指标 如果股市开始下跌的时候 房地产一定不好 那就 股票的了解 是要不要买 OK 所以它有它一定的一个联动性 那 好 那我先告诉大家说 你投资 投资房子 你必须要有参考 比如说 你要看法拍的价格怎么样 法院在拍卖 然后呢 你要参考一下那个土地的权壮的资料 还有一些财经杂志啦 跟什么这些相关的资讯 那我刚讲说 哎呀 郁真林讲说记者写的东西不能信 不能信 但可以看啦 看他在搞什么飞机啦 好 那这里呢 就有很多很多的网站 我列出来给大家参考的 这个叫做法拍 从民国74年到现在所有的法拍的资料 那这个叫地震资讯网 就是 我比如说我要查地保 那我只要把地址打进去 所有整栋的全部的房子 我都可以查得出来 那另外呢 像永庆房屋 信义房屋跟志邦 这些呢 我都可以查到所谓的 这个成交价的 成交参考价 然后欣欣跟欣欣瓦斯跟大台北瓦斯 这个是查什么你知道吗 查所有全人 但是他会有林叉叉 蔡圈圈 没有 他会有名字 他会有名字 比如说蔡玉珍 然后他可能就会 叉号五楼 就是会有稍微有一个地方会保护起来 那另外呢 再来再来再来 你可能要看看有一些地方是不是要都庚 那另外呢 你可能要看你会不会买到凶宅 现在的网路很发达 所以你不知道 每一个官司只要有发行命案 那个新闻就会放在凶宅网头上 现在所有的资料都在云端 真的 所以就有一个叫做台湾凶宅网 只要是凶宅 他就会帮你放上去 你看现在云端多好 所有的东西都在云端 OK 好 那怎么查 来接下来 来我们就看 比如说我们举地宝的例子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所谓的地震资讯网 利用Google来面 下地震资讯网 那就可以进来了 可是进来之后呢 这个要付钱 这个要付钱 就是要申请会员 然后要入钱 要付钱 所以比如说 我刚刚本来要试着说 我们来查桃园县 龟山乡 园林坑路 111号 来查看说 这个地方的所有权人是谁 然后银行借款多少 马上就可以知道了 真的 好 那这个就是地宝 那地宝一列出来的 比如说 这个贺明玉 曾祥云 然后陆圣文 陆圣文就是那个说拜金女郎 然后俞仲渊 然后王文阳的弟弟王文祥 这些人 就是这些都是所谓的地宝住户 那地宝住户里头 那当然就是包括说 他还有跟哪一家银行贷款 像他的借款是台北富邦银行 然后设定六千万 这个都可以列得出来 都可以找得到 就是我们在跑新闻的时候 其实这对我们来说都很简单 就是我有地址 我就可以查这栋楼 全部的所有权人 然后全部的土地资料 所以那时候那个高玉仁的儿子 有一个叫高斯伯 他不是买了房子 然后跟人家起纠纷 说他买了之后 不知道那个地方有二胎贷款 说那你当一个博士 你念到博士 然后又还当官员 结果呢 你连这种基本概念都不知道 就是在这个地方 在下面一点 有一个叫他向权利 有一个叫他向权利 如果你设定二胎三胎 都会在他向权利 甚至银行有没有假扣押 都在下面一点 有一个叫他向权利 就会帮你全部通通都灯载出来 有灯载上去的才是有法律效用的 没有灯载上去的可能是私约 那私约的话就要打民事官司 OK 好 那比如说这个 比如说这一户 这一户就是地坝的法拍 三宁国际这一户 这一户呢 他就告诉你说 台北地方法院 98年12月8号 已经执行拍卖 扣押登记 然后债权人是百红工业 债务人是国际三宁职业 然后限制范围 就是全部 这个房子 全部都限制住了 这个就叫法拍 就是法院已经查封了 就会登陆在这边 那登陆在这边的时候 你就可以准备说 我要不要买它 那我要不要买它的话 我就要去看所谓的法拍的资料 来 这个是法院 就是 他的一些相关的资料 那个 其实我本来是要 上网直接操作给大家看的 好 那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 我刚刚讲的那个瓦斯的单子 唐亚军 你看 他就会告诉你说 那时候不是 亚历山大出事情吗 那我要找看唐亚军 名下有几栋房子啊 就在这边 内湖 激湖路 几段 然后六楼这样子 然后马银九的也有哦 你看 马银九在新隆路二段 这边 就是他新隆路 那你去新隆路二段 一小段大家问一下 知道说 马银九 这是他家 所以台湾的这些资料 还蛮公开的 就在美国也一样 我那时候上网去调那个宋楚瑜的五栋房子 那也是上网调的 所以宋楚瑜那时候下一个 他那时候有说 我如果在夏威夷有买房子 我立刻退出 有没有 结果我们一调出来 都不是在夏威夷啦 都在洛杉矶 在加州 对 好 那接下来就是我要告诉大家说 你要买房地产 你要买大台北的 其实最近新复发说要到高雄去炒 但是呢 我觉得 我觉得大概都不出 所谓的 所谓的 这几个要完工的 南港延伸县 内湖县 松山县 松山县就是一直拉到接近南港 就是包括那个饶河街夜市那一带 然后再来就是 已经通车的卢州县 你知道卢州县多可惜 你知道吗 三年前 两年多三年前 我跑到卢州重画区 跑到徐慧中学那里去 我看了 我有一天看了七八个案子 每个案子都没有超过十五万 每个都很新哦 都很漂亮哦 然后我一算说 盖一个房子 造价一瓶至少要七万八万吧 然后他卖我十二万十三万 很便宜啊 为什么我不买 可是我卢州实在不熟 那我买房子习惯有人修旧 那时候如果说 像林大哥啊 什么张教授 如果我们修旧说 走一人来买一间 现在全部都三倍 真的 那三倍 就是这个卢州县 然后再来就机场捷运县 那另外就是 已经捷径要通车 透过辅大这个新庄县 然后环状县 新一县 所以为什么富都新这一带很红 就是机场捷运县 跟这个新庄县 全部通通都绕过这一带 那其实 其实你 你买房子大概就是以这个区域的这个优势为主 所以我刚刚把那个土浓缩成就是这些地方 就是所谓的八大热门区 就是所谓的八大热门区 那我的房子都在 我的房子都在新店新庄 然后我三小孩刚 等一下我跟大家讲 等一下我跟大家讲 OK 好 那我刚刚说 那个三菱国际那个法拍 那大家就要进来看这个所谓的 叫做透明防训 透明防训呢 他就会告诉你说 这个法拍 这个法拍屋呢 他在什么坐落 然后价格是多少 什么时候拍的 就是在上面都有了 那如果说 你的住家附近 有一个法拍的话 你当然要参考一下 他的价格 还有就是要看看说 像这个 这个叫做笔录 已经法拍了之后 书记官都会去现场做笔录 像这个在大安区 新一路 56号10楼 这地点很好耶 你看新一路二段 结果呢 这个地方呢 就是 就是 呃 园屋主张扬亭玉 在药物中毒 沉湿屋内 死亡日期 是什么什么什么时候 就这样子 他就会全部通通都告诉你了 好 那甚至呢 你还可以上网去看这个照片 上去看说 那个地方的位置好不好 location好不好 你再决定 现在你看像永庆信义 现在很多人说 我拿着一个iPad 我就可以说 哎 来 这样啦 你看一下 看一下 然后看现场好不好 你喜不喜欢 喜欢走 我带你去买 现在都是这样子 现在都是行动通讯 很快 OK 好 那另外这个是 这也是另外一个叫做 山水法拍 呃 这是 也是一个 也是一个法拍的网站 台湾有三个法拍网站 就是刚刚那是透明防讯 然后这个叫山水 那因为他们都对我不错 所以他们都免费提供给我用 所以如果你们要用的话 呃 也可以 等一下 也可以参考 等一下 我要 我按这边 OK 好 这个都是 这个都是 法拍的相关网站 那另外呢 还有一个就是说 我要附近参考价格 像 像 这个是仁爱路三段 呃 就是仁爱地宝附近的 人爱路三段 如果你打53号 就是仁爱地宝附近 然后他就可以把你方圆 500公尺的成交价 全部都列给你参考 就是 你那附近所有的成交 全部都会给你看 那这个都是 所有的 所有的仲介 联合整理在一起的 他不会骗你 就是仲介抱上去的 那现在仲介有一个联盟 就是把所有这附近的 比如说我要 信义路一段50号 那我就是方圆500公尺 所有的房子的成交价 我全部列出来给你参考 有大楼的啦 有电梯啦 有公寓啦 全部通通都 都有列出来 好 你就可以参考一下 参考法拍 参考各个仲介的成交价 然后再来呢 再来就是 我刚刚给大家看的 就是参考一下 他有没有凶宅 OK 好 那再来 接下来是我 给大家一个观念 我自己呢 是从 呃 我认为说 10年换一个房子 对小小的 他一直玩得比较大间 这是我的观念 所以 我建议说 25岁到30岁 最好买一个 贷款大概300万左右的房子 然后你那时候 月收入可能低于5万块左右 那接下来呢 你可能收入高一点 你可能收入高一点的时候 你就买了一个大概1000万的 再来2000万的 再来是3000万的 那我跟大家 这样子是 呃 这个大概是贷款的比率啦 比如说 现在不是有个所谓的青年住宅贷款 好 那大概的比率就是 年利率大概接近这样子 那如果有一天 年利率还是 呃 三点多的时候还好 那台湾的利率 现在会开始往上涨 那我认为 利率超过5%以上 房地产就会开始走下坡 5%以上 就大家 本来 本来 你落3万几块的 现在就要 本来是 3万4的 可能要变成多1万块 日子就很不好过了 所以房地产的走下坡 房地产会落下 就是看利率会不会提高 那利率提高到 那个风险的门槛 我觉得大概是5%以上 OK 那接下来这是我自己的 我自己的投资 我在新店的黎明清静 那时候我20 20几岁的时候 先买了一间赚100万 那时候本来要结婚 没有住 然后接下来呢 我就跑到 我妈妈跟我哥哥 全家都住在一起 然后呢 住了很长一段时间 接下来我就到台北市去 然后后来呢 又买了一个 新店台北人 37瓶的 那我用预售 买了之后呢 交屋的时候 我就把它卖掉了 因为我那时候同时 名下还有欧洲村这一间 还有北大特区这一间 就是总共有 还有桃园有一间 就是我有五间房子要贷款 然后那时候银行呢 就找我麻烦 所以我就把这间卖掉 这间卖掉有点可惜 因为我卖33 然后它就一直涨 一直涨 一直涨 就是永远都会觉得说 卖掉好可惜 因为最近的房地产 这一波的涨势是这个样子 那现在呢 这个就是我欧洲村 21万块买的自用的 现在有自己在用 那另外呢 北大特区 我在次贷风暴 就雷曼兄弟那时候 我买了一个 12.8 12.8 然后奢侈税的时候 很多人讲说 奢侈税很惨很惨 那我为了要了解一下 奢侈税到底惨不惨 所以我在4月1号的时候 就委托卖出 结果没想到在5月26号 奢侈税6月1号上路前 710万就是一瓶22万卖掉了 我算是好狗运 为什么 因为12万8买 然后大概一年半不到 就是22万卖掉 那现在呢 再定一个新的这样子 就是我自己觉得啦 我自己觉得说 当然这是我自己看好的一个 有发展的区域 那北大特区这个是因为 一直朱立伦说三环三线 它一定要实现 那可是呢 很多人说大概103年才会动工 可是那里的住宅的环境 真的是被远雄啊跟立宝 这些建设公司拉上来 那我觉得 我觉得新装是 复读新就是在行政院第二办公室 落成之后 它是不会就是不会下跌的 因为未来大概有三四千个公务人员 一定要到那里去上班 OK 好 那所以呢 所以房地产大概就是提醒大家说 就是要参考一些相关的参考资料 法拍参考一些价格 然后呢 我觉得观念上就是 越早买 你就越不会后悔 然后你就会越省吃俭用 像我买房子是 买的时候我只要再付贷款 我都非常非常的勤俭 然后把那个账啊 花多少钱啊 我都记得很清楚这样子 所以我是觉得说 我自己可以这样做 因为我没有任何背景 没有任何家人给我的援助说 我先拿自备馆给你 然后或是怎么样 我完全没有 我跟李大哥一样 我们都是云林人 赤手空拳 空手来到台北 来到台北科学中的 我讨中三女中后 就留在这里打拼 一个人 然后爸爸妈妈上来的时候 其实也是空手上来的 那我觉得我很庆幸是因为 他们教给我的是 适应环境跟谋生的方式跟观念 那这些赚钱的技巧啊 方法呢 我自己来 我自己想办法 那接下来 有一个东西叫基金 我再占用五分钟的时间 讲基金 来 基金的话 有很多人 这个介绍你说 什么什么某种基金很赚钱 那你一定要上去一个地方 叫做机制网 或是说 你要去了解说 这个基金呢 有没有办法在国内的这个网站上 查得到 因为我为什么要查 因为我要查他买什么 然后他的基金经理人是谁 来 就是要这样子 我要查说这档基金呢 他的经理人叫什么名字 然后他的规模是多少 然后呢他都投资什么标的 因为一定要这个 一定要有这样的东西 才叫合法的 那为什么有很多人在说 我是私人银行 我帮你操作越南基金 很多人哦 就这样哦 关起门来说 最近越南不得了啊 越南呢 最近什么什么 有多好的这个外商进去投资了 所以呢 我们现在在越南的 活力电厂的什么 绿色能源啊 然后呢就关起门来 问大家要不要投资 结果全部血本无归 就是那个叫做 非法的 未经许可的 调查局会抓的 那你只要想到说 调查局抓了之后 明天连人都找不到 你的钱怎么要回来 所以我真的给大家这种观念哦 就是说你要去上网去查得到 然后找得到说经理人是谁 不过我也知道 你赶紧 说都你啦 都你啦 都你只要自己够自己的股票都没给我们赚钱 就你也你赔钱都知道要骂谁 对不对 好 那另外呢 你要知道说他买什么 他买这个基金 这是国内的富达 成长台湾成长 他买的是联发科 中刚 鸿海 台积电 国泰金 这个就是保守偏 保守偏空 就是这些都不太赚 所以这档基金就不太好 OK 所以你要去看说 他的持股标的是什么 你大概就知道说 这档基金会不会赚钱 那就是投信任养 投信选股里头的标的 你有没有觉得还不错的 当然这是保守啊 台积电 中刚 鸿海 这种是保守 但是呢 看起来就是 普通啦 这里头大概只有台积电 跟中刚比较好一点而已 OK 好 那另外呢 还有一些人 就是我刚讲的 血本无归的 连黑道出去讨都不见得 讨得到的 就是这种 就是什么 美国博斯汽车贷款基金 首遇中国基金 汽车贷款基金 就是这些东西 你知道台湾 我们媒体上有一个名嘴 专门在卖这个 每天关起门来 告诉大家 我有一个公司 然后我帮你们做海外的 因为台湾的政府 王八蛋 所以呢 很多好的赚钱的基金 都不让他进来 所以呢 我帮你们从香港 从新加坡买 台湾就有一个 财经名嘴 专门干这种事情 后来被调查局办了 OK 那我真的告诉大家说 除了这个 我鼓励说 你要懂 然后你要自己研究说 哦 这个东西真的可以 那我后面是提供给大家一个 比较安全 而且真的可以的 就是在 在 005年 跟06年的时候 台湾有发行八党 REITS 那这个叫做 不动产信托基金 不动产信托基金 其实这个在股票上面 这个在 这个在 股票的看板上 那比如说 这个 你看 吴淑珍很厉害 因为吴淑珍 有富邦 R1 有国泰R1 这吴淑珍当时被人家 骂了买了标的就是这个 因为他真的 他真的还算有研究 所以像富邦呢 他 很多人有没有去看过 那个润泰以前 中轮的汽车站 他现在变成润泰的 那个中轮 就是加热 大润发的卖场 有没有 我才说 啊 这是银眼亮的 不是啦 你如果买他的基金的话 你就觉得说 这个是我也有股份的啦 那其实这种都是 商办 还有润泰 整个中轮商场 这种包装起来 这叫富邦R1 然后国泰R1的话 就是 大家常去的 喜来登饭店 西门大楼 中华大楼 这三个包起来 叫做国泰R1 然后新光R1 就是新光节四宝 还有百货 这些相关的不动产 你可以找到完整的资料 就是你Google 或是你上网去 或是你找他的公司 基本资料 都可以找得到 那这种就是比较稳当的 像喜来登 租金很稳当 只是说 可能很难卖啦 因为喜来登 可能一瓶现在卖 80万 100万都可以 那但是呢 你要 你要能够清算 清算就是 我要卖掉了 然后大家来分钱 那当年 41万的 如果现在卖80 那我们一人贪一杯 大家 如果买一万 到时候清算的时候 一、两、两万 那这个就是清算就是 就是大家都有得赚 所以我告诉大家一个 清算 清算的指标 那这个是我最近开始买的 那我都开始 十二、十三、十四 就是我一路买这个标地 那这个标地呢 就是顶好商城 大家有没有印象 中心诊所的旁边 有一个顶好商圈 那顶好商圈呢 这个叫香槟大楼 他总共有1455平 那另外呢 就是南京东路 五段一号的这个前瞻大楼 当时的一平是39万 那如果他卖78万 卖80万 那你就是两倍 所以呢 他已经在 他已经在七月六号 就上个礼拜通过要清算 就是这个消息 我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这个消息 就是告诉你说 来这个经济日报上面 其实这就是很确定的 告诉你说 99.91%的人同意 就说要通过清算 那这个清算的话 就是九月底就会开始 开始公告要拍卖 那他在二月的时候 曾经被打回票 那后来呢 这个 他们大概就说 那天通过的时候 就大涨15.29 那可是呢 现在有很多人说 38.517亿个单位 就38.517亿的资本额 那算起来的话 他们说 折算受益凭证的价格 可能是15月 15元 因为呢 公开标售的价格 有机会冲上60亿 也就是说 本来38亿 那买60亿 如果38亿 变成60亿 那你大概就是赚六成 如果你是10块钱买的 那当然你要去折算说 38 本来10块钱的时候 你买的时候是38 那如果拍卖价是60 甚至70 80 那可能卖出来的价位就不一样了 所以呢 我 我是买 我是就在这个地方开始布局 那这个也是许起志 我们自己 我们互相研究的结果啦 大家比较有一点共识 比较有一点就说 大家都知道说 不敢骗 ok 所以假如就是看清算 比如说大家看到 南京东路五段这个大楼公告了 结果外商银行全部通通都来标了 那就是看最后拍定价格是多少 那这个都是有变数的 就是我讲的那个价格高低的变数 ok 好 所以呢 当然这个所谓的目标 目标就是我心里头想 假如11 12 13 如果能够到20块 那就太好了 就是我心里头这样想 ok 好 那所以呢 你看今年2月 今年2月 本来说要清算的时候 那最低来到10块多 然后接下来就一路上来这样子 就是一路就上来了 如果 所以有很多那种保守型的 我有很多那种 手上markmark 就是现金还蛮多的朋友 他们就慢慢的就 10张20张50张这样 慢慢慢慢减 慢慢减上来 ok 这是我觉得比较安全的基金 那另外呢 另外 我的时间好像到了 ok 那我在最后再给我 一分钟扫过去 我跟大家讲的那种 就是还有一些资料库 就是比如说 你要找 你要找蔡玉珍 然后你要找谢金河 你要找所有的名人 甚至有一天 你要见一个 你隔天要见一个人 你要知道 他过去曾经发生过什么事 比如说有一天 我突然要研究 赖国洲 哦 好久 驸马爷 这已经好陌生的名字了 那怎么办 找所有的资料库 那这资料库就是 中时联合 商周财讯中央社 什么所有的资料库 现在都可以上网在云端 都在云端 那怎么找呢 来向财讯智库 财讯智库里头 所有的 我们所有公司 报导过的资料 在这边都有 我用很快的时间 跳过去 那中时跟联合 也都有 中国时报 从民国73年以后的 联合报 从民国61年以后的资料 全部通通都有 比如说当年我们在讲说 蚂蚁男就是去当枪手 有没有 然后被抓到 来你看 这个枪替案 105人被起诉 然后呢 这个是打蚂蚁男搜寻的结果 这是1968年 1968年的时候 然后大家就注意 看那时候 他因为就是反走过 必留下痕迹 当时呢 跟着蚂蚁男一起被不起诉 然后有参与的这些名单 有谁 然后起诉的有谁 全部都在这边 所有的资料都在 所以如果有人写错了 比如说 啊这个 你没干过这个事 然后人家把你写上去了 你一定要更正 因为都被留下来当记录 很多人说 随便你写啦 反正呢 你就帮我 我就装作没看到 可是他会被流传 他会被流传下来 那这是中国时报的系统 那另外再来就是 再来就是 我告诉大家的 比如说像一周刊 苹果为什么那么厉害 可以把一个人起底 就是给你 哦什么 骨头都给你 哦出来 就是 呃 有一些是可以掉口卡 掉刑案记录 然后呢 另外就是查个人财产资料 还有联合征信的资料 那个人财产资料怎么查 比如说 我 跟你要 呃 这个 好 好 那个林大哥 有一张十万块的票 在我手上 然后呢 不付了 那很简单 我只要去法院 拿一个支付命令 那这个支付命令呢 我就可以到联征中心 去联合征信中心 掉你所有报税里头的财产资料 这样子就可以了 五百块 五百块 全部都可以掉得到 就是我要去跟你要钱 那我就去要一个法院的支付命令 花五百块去联合征信中心 掉财产资料 这样就行了 OK 好 所以呃 希望 希望 我讲了这么多 我讲了这么多 最后呢 给一个 呃 结论 就是我希望大家呢 可以呃 因为我真的是很感谢 就是说 我也不知道大家的背景 然后也不知道说 这些电脑里头的 电脑里面的东西 大家有幸福吗 因为呃 电脑东西永远都看不完 那所以你只要抓你有用的 否则你会觉得很浪费时间 好那所以如果大家听过 我这样的一个一个讲解之后呢 可能你还会有很多操作起来 或是找答案的时候哦 你会觉得好像没那么顺手 因为我已经 我已经玩这个东西玩了十几二十年了 所以有很多人就拜托我帮他查 那来个MSN 然后来个简讯说 郁珍你帮我查一下这个人有没有退票 郁珍你帮我查一下这个人的刑案记录 好就是这样子 OK那所以呢我现在其实也就超也就是透过刚刚那样子一个操作方式 那我自己呢其实我算是已经退休了 所以我才会跑到下大去念博士 然后我手上有帮五六个老板处理他们的呃就是当他们的顾问 他们要收购公司他们要开记者会呃他们要呃办活动 然后发新文稿 有很多事情我我我手上固定有五六个老板 包括那个市议员李婉玉他爸爸 包括呃就是好几个人就是很多事情就交给我帮他处理 那所以呢我现在已经是呃就是有点退休 然后做快乐自在的一个呃自由投资人 所以今天因为林大哥说没关系 郁珍随便你怎么讲 所以我就很开心的就来跟大家分享时间已经差不多了 那不知道还有没有问题 有问题吗 我说 啊 这到底这件事 到底有好好不好 我是想说如果 大家有兴趣的话 就开WiFi 就是大家有没有什么东西 比如说你们有问题 要问然后我马上操作给大家看 比如说 已经可以连了是不是 比如说真的要来查一下这个房子吗 好 那我去试试看 然后或是说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用我的iPad就可以了 用我的iPad WiFi 但是要 要接线啊 不是 我是投影 投影 这个没得起来 不是 不是 我觉得这个这个 这个iPad是你先 是你先 我现在是可以上吗 但是我不知道你们这么容易的 不知道 就是说怎么头到上面 如果要上西桌 这个空气 没关系 大家想一下 有没有要实际操作的问题 比如说 你要了解谁 你要了解哪一档股票 然后你要 好 好 法院的 法院的记录是在刑案记录 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司法院的记录里面 可是呢 因为我们的法院 前阵子把一些人 给 就是用圈圈叉叉 所以如果说你有相关的检索 比如说他有公司的名字 就是不会被画圈圈的那个名字的部分 比如说公司 那我可以帮你查 就只有一个本名吗 有没有别的参考资料 就只有一个名字 因为现在法院把很多名字全部都 等于是用个人资料保护起来 那我有另外一个系统可以帮你查 就是没有画上圈圈叉叉的 就是司法官在用的 那找的是他的刑案记录 就是他 网站上可以马上找的是他最近五年内的官司 对 我等一下可以试试看 你给我名字还是 呃 你你你你你写给我名字好不好 各位同学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后面还有可悔上 我们今天很感谢 我们蔡玉珍老师 今天真正在的演讲 还有 给送我们差不多10分钟 很感谢 好谢谢 来大家起立 立正 好 sacer OK 至少 至少 참 所有 私